你的肖为什么没有伤害 你有想过根本的原因吗 这期视频将改变你对肖配对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看属性 90级的肖 剩一物两封套加两决刀 天赋199 命座是零命 武器90级的精一和普渊 属性已经达到毕业线 接下来就是配对的关键人物 六命的封烛 视频使用的是70级的封烛 天赋没有伤 佩戴的是精武器里剑 剩一物随便带的 好了 接下来就是见证 奇迹的时刻 首先我们上前 打满何普渊的被动 相灵放异开启大招 班尼特接大 接风主的大 大招配合风主的六命 效果减少敌人20%的风抗 折腾平民级的小阵容搭配 对单无敌 对群可以说是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削的配对 我们不仅要考虑伤害 更要考虑 削大招充能的循环 这里我们试验一下 开场我们就开启 削的大招 然后等到削大招结束后 看看削有多久的充能期 好的 这套阵容消的大招循环充囊 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套平民阵容 把班尼特和香灵 换成猫猫和行修 老样子 开场打满何普渊的武器被盗 猫猫的大招没有什么用 但是既然有大招就开了吧 行修开启大招 然后开启异技能 开启封主的大招 减少容息的封抗 最后切到削 开启大招 这里要注意一下 削搭配行修的时候 在落地时要掺杂着普攻 如果不掺杂普攻 是无法触发 行修大招 雨连剑效果的 最后一个是在 钟离和班尼特的平民销 终极配队 钟离的护盾开启 然后再开启 班尼特的大招 再用封主的大招 对龙溪进行减抗 切到销 接两立 开启大招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就不用给我点赞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